歡迎收看電玩宅蘇佩 我是主持人墨基 地球人口越來越多了 移民到外太空一直是人類的夢想 不過找到的星球好像都不太適合人類居住 或許還要個幾千年 才有辦法找到一顆跟地球一樣環境的 而且還要成功飛過去 看來這輩子是沒啥機會了 由逸晨餘生原創作者與設計師參與製作的天外世界 在公開初期就受到不少關注 特別是在遊戲內容上 彷彿還帶著一成於生那種末日後的幽默 而官方在日前公布了一段遊戲影片 帶領著玩家前進外星殖民地 體驗在那裡的生活 遊戲當中的主要舞台哈斯妍殖民地 有繁華的Terra 2社區 也有充滿危險的Monarch野生區域 以及詭異的外星動物 影片中還展示了各式各樣的武器系統 有刀 有槍 還有看起來像吹風機的槌子 真是惡搞啊 玩家將在殖民地的派系鬥爭裡 利用自己的能力 周旋在各個設立當中 並且想辦法在這混亂的世界中存活下來 不管是靠口才還是武力 能活下來才是重點 遊戲預計在10月25日上市 PC、PS4、Xbox One會同步上市 Switch版本則還沒有確定日期 想要體驗外星生活的玩家 千萬不要錯過囉 字幕提供